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之前就出了一段影片講2024年的正Game 流了Switch的獨佔遊戲,是這段影片為大家報道 網友有時候會問我們Switch好像就快出 未買Switch要不要先等一等 說真的還未有一個確實由官方發出的Switch後繼機消息 反而還在製作很多Switch的獨佔遊戲讓大家玩 會不會看這段影片先 知道未來獨佔遊戲合不合得再決定 如果有Switch的你也可以計劃一下未來玩什麼心水遊戲 喜歡我們遊戲報道記得Like和Shit給朋友觀看 也都歡迎大家留個Superfans超級感謝實質支持我們 當然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好,現在正式開始 第一隻就是Anne Under Cook 回憶錄,兩種記憶,記憶之門 會在1月19日推出 如果大家有玩過這個系列一聽過就知道 其實就是重製 在NDS上推出的Anne Under Cook 兩種記憶 再加上在V上推出的Anne Under Cook R 記憶之門 兩隻遊戲的合集 雖然沒有了NDS的雙芒玩法 不過今次重製版中文版是同一上市 相信對大家從1遊戲了解故事很有幫助 遊戲故事的主角就是爸爸媽媽已經過世 十三歲的艾希莉 竟然收到一封由爸爸寄給他的一封信 為了查明這封信的來歷 艾希莉就去了布拉德愛德華島 本來在封信上就說爸爸在那裡等他 而去到的時候就看到一個機關重重的巨型大宅 和認識到一個失去了記憶的少年D 而第二隻遊戲就發生在艾希莉16歲的時候 達到朱麗葉湖的時候就回憶起他媽媽也曾經來過這裡 也剛好看到一個離家出走的少年 然後就一起去尋找朱麗葉湖某個事件的真相 這個系列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一款很出色的作品 Switch版當然比以前版本漂亮了很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重溫一下這麼感人的故事 機種不同和以前玩法都有點不同 可以下載體驗版試試看做得好不好 一封童年回憶的遊戲相隔14年有續作 由Spike Junsoft製作的千變的迷宮 風來的希莉6 蛇卷島探險譚 會在1月25日Switch上推出 第一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是1995年超音上推出 當時是一款很受歡迎的迷宮探索遊戲 最大特色就是每次進入迷宮都會改變 而且有一個半透明的迷宮在畫面正中央 大大個這樣 一邊走地圖就一邊畫直到探索完畢為止 去到NDS版本第五代都有一個地圖在畫面中央 而去到PSV版本的第五大PASS 地圖就縮小了 放在左上角 不過都保持一邊走一邊畫地圖的特色 這一代5PASS亦都移植到Switch和PC 來到第六代正式續作 今代重新挑戰迷宮 很多資訊都會自動記錄 例如怪物資料、最佳挑戰流程等等 方便大家重新挑戰或者回顧一下 透過網上連線運用風來救助機能 可以在迷宮幫助島地的玩家 反正如果自己挑戰失敗 其他玩家亦都可以幫助你 今代還可以自行救助 就不用連線等其他玩家救了 不過就無法獲得奧義點數 可以跟其他玩家共享遊戲資料 一起挑戰同一個迷宮或者接力挑戰亦都可以 故事講述在月影村冒險幾個月之後 主角希臉根據夢境的指引來到這個射卷島 除了藏起了很多海盜的寶藏外 當然有很多怪物等著我們 等了這麼多年終於有正式續作 這個系列粉絲有沒有興趣入手 在2月16日一隻經典遊戲有新遊戲出現 Mario vs Donkey Kong 前作2015年在VU上推出 距離現在已經9年那麼久 看回宣傳影片其實玩法都差不多 我們就要操控Mario 利用關卡裡面的繩索避開敵人 開啟機關 找到鑰匙開門就可以去下一關 隨著關卡推進 慢慢有些地方就會有陷阱 還有都會有BOSS戰 就是跟DONKEY KONG一決高下 跟以往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首次增加雙人遊玩模式 在PV上看到 除了Mario之外還可以操控其樂比奧 大家一起合作要過關就簡單很多 Switch的體感運動遊戲都不是新鮮事 Embagina的Philips Sports 推出了這麼多版本 如果之前未入手再加上喜歡初音的話 會不會對一路聽著初音的歌一路做運動有興趣呢 3月7日就會推出 健身拳擊 Feature 初音未來 應該都會推出中文版但就沒有落實日期 不過我想如果真的是初音粉絲 應該日文版都會照殺 有就是Philips Sports 2的玩法 除了有原本模式 亦都有一個新模式可以將初音的歌 整首都播出做運動 平時懶得動的你 會不會為了初音 保持好身體呢 3月22號碧姬公主要大顯身手 好,因為碧姬公主收到奇諾比奧拿來的傳單 打算去撐光劇場看舞台演出 誰知道這裡就被突然登場的桂袍劇團佔領了 守護撐光劇場的妖精斯蒂拉 就跟碧姬攜手一起進行冒險 平時我們玩Mario 碧姬公主的能力都是輕飄飄 在空中可以飄久一點 不過在這遊戲裡面 碧姬公主就有新的能力了 它可以變身成為各種不同的姿態 例如劍士就可以揮武刺劍 切斷萬藤又或者擊退敵人 有些場景就可能要化身偵探 找回遭到導師的展品 又或者變成糕點師去製作蛋糕 化身功夫碧姬還會有格鬥的玩法 不知道碧姬公主還有沒有其他不同類型的變身 在宣傳片裡面還未登場呢 喜歡鬼滅的朋友要留意 4月25日有Party Game推出 鬼滅之人成為最強對師 最多可以4名玩家離線或者連線一起玩 可選用角色有12名 裡面的小遊戲全部都是鬼滅的經典場面 竟然連炭治郎訓練全集中的時候都可以用來玩 就是在他放鬆的時候鬥快打醒他 經典場景有藤雜山 淺草 那田蜘蛛山 無限列車 玩法就像大富翁那樣扎色仔前進 在路線上就包含了很多不同小遊戲的格子 到晚上就會出現鬼的格子 宣傳片看到打淚的時候 是要用到Joy Kong的體感功能 以及都頗需要反應 小遊戲會有4人一起對戰 或者是2人合作 動漫改編遊戲有時中伏的機會都頗大 不過今次是Party Game 我想伏也有限 尤其是整群朋友一起玩 想起都歡樂 如果大家都是鬼滅迷就更加投入 究竟在這群朋友當中 誰才是最強的鬼殺隊成員呢 之前我Elly都有拍過 《立不小新》的廣東話遊戲給大家看 《我與博士的暑假》 一邊玩一邊都跟大家說 一定要支持廣東話配音的遊戲 反應好才會有續集 好消息終於來了 接下來5月2日推出續作 《立不小新》《煤炭震的小白》 還要是同日版5月2日同一天推出 暫時官網就沒有像上次那樣寫明 配音完資料我想應該都會用上一批 畢竟大家都是聽慣聽熟電視版本的聲音 《故事講述野緣》廣節到他的故鄉秋田出差 在秋田的大北曲村過著鄉村生活 小白有一天髒髒的回到家 發現原來他去了附近的煤炭震 之後小新和小白就在秋田和煤炭震兩個地方 發覺一些不可思議的有趣事情 這次登場角色又跟小新一樣這麼搞笑的爺爺銀之界 加上廣字的媽媽和哥哥 也有住在秋田和煤炭震的新角色 跟上集一樣可以釣魚、捉昆蟲、採雜野菜 新玩法就有一個會發明的姐姐可以給她素材發明一些新道具 煤炭震裡面還有礦車競速的玩法 如果純用遊戲的角度去看上一集 玩法就不算很創新,還有一些疑同向 但因為我是立不小新粉絲 我就很享受操控小新,周圍跟人聊天 很開心有時候會發掘到有趣對白 還有我覺得故事加上結局寫得不錯 沒什麼壓力玩,玩完是有一種愉快的感覺 再加上有我們聽慣聽熟的廣東話配音 我自己就很期待逐集的推出 另外有些東西想說就是,其實配音完都很出色 平時配動畫都很專業 但在遊戲的配音上可能有一個流程 或者是日本官方審批的規格 上一集是有點生硬的 希望今集可以改善自然一點 無論如何5月份,不小新迷應該都必玩了 LUIGI Mansion 2 HD 就是重製在2013年3DS上推出的LUIGI Mansion 2 預計會在下季發售 始終都是重製版遊戲 就算是升級到HD 畫質都沒有LUIGI Mansion 3那麼漂亮 不過總算可以讓大家重溫一下這款經典遊戲 LUIGI好像捉鬼死隊成員 在猛鬼大樓背著吸塵機去捉鬼 吸塵機還有很多功能 可以吸走阻礙我們的雜物 又可以調轉吹風出來 吹起地毯找一下有沒有一些秘道 還有可以吹動一些機關 例如風扇 用來捉鬼的話就要吸著它一段小時間 面對著大隻的鬼就要吸久一點 總共有5大關卡 也保留連線多人一起合作 最多4個人 4個不同顏色的LUIGI一起在恐怖大樓中 要怕都可以多些人分擔一下 LV5預計就會在接下來下季 推出一隻大家都很期待的遊戲 奇幻生活艾 轉圈圈的龍和偷取時間的少女 又是之前一載延期的作品 粉絲都等到頸都長 上一集已經是超過10年前 之前有3DS上推出 官方做了一個宣傳片給大家看 畫質升級不少 不過其實都正常的 現在在Switch上推出 創造角色選項更多 這一集跑步就不需要消耗SP 即是探索地圖就更爽快 說回故事,主角去到1000年前的世界 故事舞台叫奇幻鄉 是一個漂浮在海洋中間的荒島 在裡面有巨大的洞 又有巨型龍骨 還收到一名少女向我們請求的訊息 所以在地圖上探索、打怪、收集資源 努力去解開謎題 比上一代的12個職業增加多了兩個 農夫和藝術家 每個職業都有它獨有的玩法 例如奸鑽、釣魚、攀人或者打怪 可以戰鬥的職業有4種 王國兵士、熔兵、魔法師、獵人 玩家可以隨時隨地轉換職業 之後自在用你喜愛的方式 在島上過著,屬於你的RPG生活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些地方都很像動心的玩法 除了可以建設家園 總可以美化整個島嶼 以及都可以跟島上的NPC交流 單排他們一起出去打怪 之前那集也可以跟朋友一起連線玩 但是新的一集在官網或任天堂的網上都沒有寫過遊玩人數 而外國的網站就說可能有4個人一起玩 就要等日後的消息再確認 Luigi又重製遊戲,任天堂又怎會少得Mario 原本2004年在GameCube上推出的PayPalMarioRPG 預定今年就會有重製版推出 美版這遊戲的名字就叫做The Thousand Year Door 這個千年之門在遊戲中 需要找到7顆星之石才可以開啟 話說Mario收到碧姬公主的信 寫著要幫他找寶物 所以去到惡君陣,但又見不到碧姬 結果需要收集星之石打開千年之門 去獲得寶物和調查公主的下落 這遊戲的風格就是個故事很搞笑的對白很有趣 變成紫的Mario可以摺成紫飛機去飛 戰鬥場景還要是很有氣氛的劇場 這個系列在20年在Switch上 最新的那集就叫做《摺子國和》 其實都過了4年,我寧願他出一隻新作 大家對這隻重製作品又怎樣看呢 現在就介紹完2024年暫時已知的10款Switch獨佔遊戲 Switch技能上就不及其他家用機 所以獨佔遊戲就不是跟其他機種鬥話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有趣的玩法 我是鬼滅迷,又喜歡玩派對遊戲 所以鬼滅的遊戲都很想玩 任天堂又很懂得賺錢將舊遊戲重製 新作方面由碧姬公主擔正做主角的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大家對哪一款遊戲有興趣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討論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之前我們推出的影片 2024年的遊戲,有其他平台的遊戲介紹 今集的資訊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Super Fans 超級感謝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拜拜